以前可能不知道 現在寄到劇本就了不起了 現在不是 現在我們要融入了劇本 在心裡出來才捉到觀眾有共鳴 當年有少許看到自己的劇不反感 看到自己的演戲很奇怪 因為我不是科班出身 我是跳舞出身 我接觸演戲之前我是零接觸演戲 感恩拍到《沖上雲宵》 拍到《景帝》吳鎮宣 其實你拍了他 你就不怕跟其他人拍了 所以很感恩我遇到一個這麼好的哥哥 他教了我一些基本演戲上的東西 我記得很深刻的畫面 就是我在石江停機坪 小型飛機鏡頭對著我 那場戲有他 但他不在鏡子裡面 他去了攝影機後面 他看著我做那場戲 他這樣 CUT 他就說 我當時不是在看著導演 我是在看著他 他點了一個頭 嘩 多害怕 好過不看你 很坦白說我不用管你 他走過來 但是 你是一個很大的信心 很大的支持 有觀眾去說 我喜歡看這部電影 新人 也演得很自然 不是演得好還是不好 自然就可以了 然後就開始去想 去鑽研 去鑽研 去想一下 每一個角色都可以玩一下 怎樣演得好一點 怎樣演得 老套一點說 比較立體一點 後來我曾經有一個導演問我 你現在去看演戲 你覺得是怎樣 我很驕傲自己去說這句話 我就說 我現在很喜歡演戲 就是我很喜歡在一個戲劇世界裏 你說喜歡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是 你有用心去演戲 就是沒試過有一天裡面崩潰 還有一些這麼崩潰的戲 就是啪啪啪啪啪啪 像手水鼻涕都飄出來的那些 那到最後那場 哇 糟了 我還有沒有眼淚 導演演一次給我看 導演很霜 哇 那不要緊的了 其實一來就已經是趕你爆哭了 我覺得緣份到的時候 就自然會到 緣份到的時候就自然會生兒子 完全到的時候才會結婚 不要緊的 他說 兒子不要緊的 不用結婚的 生兒子先 想生不想臭 不不敢臭 我想令到他長大的時候 都有他爸爸爸爸在他身邊 跟他一起長大 就是我覺得是用自己去做 你才有那個 回憶開心在那裡 就是如果你 譬如你生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他長大的時候 原來你都沒有跟他長大去 你會不會覺得是一個遺憾 暫時 我轉責跟我媽媽拍拖 這個因為我要玩給他 因為我二十年 走了五年 十五年 我十五年 我沒有陪過我家 我一陣子 我在TVB的時候 我每天就拍二十二個小時的東西 我下班 他就睡覺了 雖然跟他一起住 我開工 他還沒睡醒 幾年前爸爸 爸爸過世 當年就沒有時間陪他 我不貪心 只是想多一點時間 跟我媽媽吃個晚飯 我媽媽看電視 看看自己的兒子怎樣演戲 就給我這個兒子 我是一個小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